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犯罪片 杀破狼贪狼 影片一开场 作为单亲爸爸的警察 西立叔正在给女儿清纯妹挑选生日礼物 自打老婆出车祸去世之后 西立叔对女儿是更加疼爱 简直就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拿在手里怕炸 女儿自要是一出门了 他就丢了魂了 当西立叔刚把生日礼物放在女儿面前 清纯妹的男朋友龙套弟就出现了 龙套弟说我对你女儿是真心的 我想跟他结婚 清纯妹说我已经怀孕了 你就等着抱大外孙吧 西立叔一听当时就轻懵了 为了把这两个人拆散 西立叔给同事打了一电话 时间不大两名警察来到了餐厅 警察说你要拐骗未成年少女 今儿我们必须拘留你 这俗话说斩草要出根的 为了让女儿彻底死心 西立叔又逼着清纯妹打掉了自己的亲外孙 清纯妹鸡飞蛋打 那心情能好得了 于是便指身到泰国 找自己的好朋友纹身妹三心 哎呀这人要是倒了没 喝口凉水都塞牙 清纯妹正在海边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就被人给绑架 这清纯妹平时整天跟西立叔顶嘴吵架 这会儿害怕想起他爸 转场之后 当西立叔正在做早餐的时候 接到了泰国纹身妹的电话 纹身妹说你闺女来泰国找我散心的 可连续几天我都跟她联系不上 她可别再上了坏人的当 你还是赶快来一趟 来到泰国之后 西立叔在清纯妹的房间里瞎学问了个遍 可什么也没发现 接到报警的崔景光和同事小胡子来到了酒店 西立叔说我也是警察呀 凭我的经验来看呢 这事肯定是坏人干 崔景光说没错 我相信你的判断 随后崔景光向西立叔和纹身妹了解了一下 清纯妹的情况 但问来问去也没问出个屁 而就在这个时候 酱油哥压着一个犯人走了进来 这酱油哥可不是一般人呢 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能掐回算 他往西立叔肩膀上轻轻一拍呀 就看到这哥们有血黄的刺激 转场之后市长正在为下一任的竞选做筹备工作 他的助理眼镜叔说 大哥不要每天晚上都闷嘚蜜 搞得说话都没底气 当眼镜叔正在布置会场的时候 突然得知市长晕了过去 经过检查 医生说市长这病可不是一般的中 如果不赶快换心脏 随时的有可能丢了命 西立叔通过监控不仅发现了清红妹的踪迹 而且还看到一个臭流氓一直跟着他闺女 接下来是一场追逐戏 臭流氓在前面跑的是香汉雷迪 西立叔和崔警官在后边追的比狗都急 可抓住臭流氓一审问才发现的 清纯妹失踪的那天 这孙子根本就没有做完时间 酱油哥说 那香港人可是会给你带来厄运 你必须小心几天 我这个手链是请大师开过光的 保证你不会领电当 转场之后 眼镜叔来到了动肉厂 找到了贩卖人体器官的洛杉湖 两人是沆瀣一气 很快就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 转过天 崔警官接到一电话 说有人在海边发现了一具尸体 两人赶过去一看 发现并不是清纯妹 西立叔说 我闺女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如果大家有线索 请及时通知我 第二天 眼镜叔把警察局长 王大白请到了市长的府邸 说你偷税漏税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不过你放心 我们已经帮你搞定了 王大白说 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眼镜叔说 香港爸爸找女儿那件案子 让你女婿崔警官的 睁一眼闭一眼不要管 不然的话 你的家属就有可能出危险 到了晚上 眼镜叔向媒体求助的视频 上了晚间新闻 而且刚好被一出车四季看到 清纯妹那天被绑票 恰巧被这哥们的 行车记录仪给剥落到了 转场之后 警察小胡子找到了 小姐红发妹 可这小胡子是个死变态 对红发妹是又打又踹 差一点就让这姐们切了菜 鼻青脸肿的红发妹 正在街上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遇见了 打听女儿下落的稀里数 红发妹说 你女儿被绑架的那天 刚好被我看见 就是小胡子那孙子干 第二天的一早 犀利叔便拦住了 小胡子的车 然后让小胡子把车 开到了清纯妹 被绑架的地点 这小胡子心怀鬼胎 必定是贼妹鼠眼的 犀利叔也不说话 就拿眼睛一直的看 把小胡子看得 是一阵阵的边看 而就在这个时候 红发妹突然出现 小胡子一看大事不好 就想下车跑 那还能跑得了 可怜的泰拳冠军 就这么被古天乐给走晕了 而崔警官那边 也有了重大的发现 原来那个出租车司机 把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视频 上传给的警方 但崔警官在观看的时候发现 视频在最观念的时候 被人给掐断了 崔警官说 这是什么情况啊 同事说 这肯定是咱内部的人干 崔警官说 赶快给我查查 是谁上传的视频 必须找到这个人 转场之后 崔警官和江尔哥开车 来到了出租车司机的家 可没想到贩卖人体器官的 洛三胡带着手下 已经节足相征了 接下来是一场激烈的动作戏 托尼甲虽然挺能打 但毕竟是客串的 在导演的安排下 很快就领了一会儿拍 西立叔把小胡子 弄到烂尾楼之后 就是一顿胖揍 可这小胡子 是茅房里的石头 是又臭又硬 就是不照顾 西立叔轮起大铁锤 蒙上眼 上去就是一顿屁头盖脸 小胡子一看 这哥们竟然来这一手 吓得是浑身发抖 急忙说出了 关押青春妹的地点 当西立叔感到 青春妹被关押的地儿 是狗脸兔晚一步 青春妹已经被 眼睛叔拉走做楼术了 西立叔在楼梯上 发现了他送给 女儿的生日礼物 随后西立叔 通过小胡子的手机 在红发妹的帮助下 很快就查到了 贩卖人体器官的洛杉湖 小胡子被送进医院之后 一直在阎王店门口下溜达 是进也进不去 走也走不了 崔警官为了等小胡子 说出真相 在医院一直守到天亮 警察局长王大白说 你约我闺女 晚上一起吃饭 可别忘了 到了晚上 崔警官正跟老丈人 王大白和老婆吃饭的时候 接到了一电话 说小胡子已经挂了 崔警官刚想去医院 被王大白给叫住了 王大白说 他们是要拿青春妹的心脏 去救市长 这个案子你千万别再办了 不然咱一家老小 全都在那块儿 转场之后 眼镜叔把 洛杉湖的材料 交给了王大白 说这孙子现在已经没用了 赶快要了他的命 还有香港的那个西立叔 那孙子太讨厌了 这次也必须让他一起 令和安 随后王大白召集手下 开始制定歼灭 洛杉湖的计划 王大白说 这次的行动啊 就是四个字 格杀乎 一定要把这帮孙子 印往打进 到了晚上 当警察准备行动的时候 西立叔突然出现 崔警官急忙说 停停停 王大白说 停什么停 继续行动 接上级的命令 这次也得要了他的命 西立叔来到动物场 过五关斩六箭了 最后跟洛杉湖遭遭上 由于崔警官 一直按并不动 把王大白气得是一愣一愣 他来到指挥现场 说现在听我的命令 立即行动 崔警官一听就气蒙了 上去就把老丈人 揍了个五眼清 接下来是一场动作戏 俗话说 男男搭配 干活不累 西立叔和崔警官 双剑合笔 惺惺相惜 很快就把洛杉湖等人揍门逼 崔警官说 警察们来这儿 就是为了毁势灭击 顺便也把你交给上你 你闺女的心脏 已经移植到市场身上 西立叔拉开停尸柜 崔警官说 咱可是警察呀 知法犯法 你是不是傻呀 王大白拿出手机说 你看看 你老婆我 闺女被他们绑架 转场之后 西立叔来到了市长的府邸 他趴在市长的胸前 仔细听着听 女儿的心跳声 说实话 这一幕太疼残酷了 西立叔说 是不是只要我死了 崔警官的老婆就没事了 眼镜叔说 没错 你现在自杀呀 我马上发到老婆回家 西立叔说 黄泉路上太孤单了 你得跟我接不接 说着一枪 就把眼镜叔给了翻了 影片的最后 西立叔回忆了过去 觉得既然女儿都不在了 自己活着也没啥意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堂尸压经吧 遇事一定得冷静 千万不要太任性 脑子一热瞎回来 搞不好就丢了命